我是杨源街电力新增社区的 书记主任欧阳亚晴 元月21号那一天就开始了 因为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家准备小莲 接到通知去开会 然后就开始说要封城这一块 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回家了 兴趣的人是 不要这么难 我的城市民主的这种人 刚开始对新冠这个病 还不是那么重视 只有口罩 简单的口罩 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想法就是 我只是普通的感冒咳嗽 医院现在那么吓人 我不去我不去 那个时候我们书记 就经常就是穿着 就是要捞的那种防护服 底下上面去做工作 到了后期国家这样宣传 然后就是 每天就是手机都可以收到 防疫的信息 然后大家现在就知道 现在有点咳嗽 我要去看医生 就是从被动化成主动了 我平时是坐幼觉的 因为现在不上班了 我就帮忙做一点事 我们现在是去药店 我昨天下午在4点半之前 我要把当天收的重症 慢病的病例和医包卡交给药店 疫情期药有时候不全 第一天只有黄石楼一家 可以拍重症 我就赶快到了牌里 排了一上午 买回来了 他说没有走重症医保 我不要 当时我坐在车上我都想哭 后来的领导安排车子 把他带去了 他看到这个情况 他才相信 他接受了我也很开心的 我完蛋了 好 好 拜拜 之前年代老人 他非要起心意了 救我救我 现在这个时间 太长了 我现在就是过性化的需求 还不是小孩子的需求 这个老年人需求 还是尽量 尽可能你先买过他们 我们社区有2134国 3466人 老年人之多 我们电视新闻这个团队 真的很团结 我们这些工作 一听到全体来上当 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说很感动 他们一些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我的这个团队 给到我的这样一个 让我觉得 我们这个团队一定可以诞生这个疫情 给我们 我网格里面有一个老人 他们家儿子是在武汉市七医院上班 后来在这个疫情中 就是感想的嘛 颜医生 到吃饭时间咯 这个老人他本身原来也是个医生 是医护工具家的 他们切身的能感受到就是 我的小孩或者我的家人 奋战在第一线的那种 那种累那种苦 他希望这个事情早点结束 大家都想就是小孩 搞他回家来的那种 我们空巢独居老人有74户 这个独居啊 然后还有空巢啊这样的老人的话 我们手上都会有一份名单 是每天要特定的要问一下的 孩子不在这里 然后呢他们就 加我的微信 在微信上面跟我说要买什么 小姨姨来个小姚 您接一下 慢一点啊 好 特别人把买的都送过来 慢一点在家 有什么话您都呼来讲啊 每天说实话就是很忙 差不多你把该送的单身送完了 然后大家的那个爱心菜呀 要开第二轮分发 快来快来啊 这个金屋面松果可以 加进 十楼哈 十楼哈 八斤的肉一共八十块钱 十十块钱一斤 还是比较划算的菜 这不错 很不错 物质保持很好 很多人也卖肉里知道吧 那鸡蛋也有弹鸡蛋的呀 老百姓啊 要能够体量社区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是人家的孩子呀 我们也有孩子 心疼着他们进去环节之后 医生还可以换班 他们有谁来请他们班 发热的病人他们要送 冰瓜老人的 药啊 粮食呀 菜呀 他们都得送上面 但是战争当中我们能够尽了什么力量 他能够体验吗 能够跟他们帮点忙是最好 不错 不错 你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不要 特别好 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全是新年了 也一定会感谢他们 以后一定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